哈里波特 就是天罗星的 天罗星的 天罗星的 哈里波特就是天罗星的 晚上能看到星星吗 应该可以吧 真的吗 等到晚上这些云过了 星星应该就会出来了 很期待哦 回来了 放这儿吧 来来来来 我可是准备得超级齐全 回头给人家报销啊 你也玩不懂啊 我最爱的甜甜圈 卡哥你什么星座呀 我狮子座 狮子座呢 本月在感情方面 面临重大机遇 单身的狮子座 会有机会 从朋友变成情人 那就是我有桃花孕了 还有可能在身边 是吗 王总你手心座 我 我 双子座 双子座 本月在工作上 你的自我能力有点突破 会步入新的阶段 王总你还要突破 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 留点活路啊 那文宇呢 安洁是射手座 射手座看看 射手座中上行的时候 会有股莫名的不安感的 心中运动会 但感情方面 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 要留意身边人 星座这个东西 还是蛮准的嘛 是不是 我看差不多了 要不然咱们开餐吧 好啊 嗯 点个火 我全部故事交换 都宣布和你有关 这一秒多想要 有线条和你交换 眼眸流转不停的期盼 想念的波澜 在黑夜扩散 你的笑容慢慢去散黑暗 这一秒多想要 用线条和你交换 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 藏起的浪漫 平凡的灿烂 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 这一秒多想要 用线条和你交换 眼眸流转不停的期盼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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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这一秒多想要 用线条和你交换 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 藏起的浪漫 平凡的灿烂 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心情啊 可以了 云都散了 就那个 用这个吗 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会 那我眼就能看见 好美啊 嗯 嗯 你在看哪一颗 那颗 最亮的那颗 那是天狼星 天狼星 天狼星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好像有人不能说一下 那颗星的故事 你还记得 那颗 那个故事是什么吗 你在看什么 我在找最亮的星星 你知道天上哪颗星星最亮吗 除了太阳 最亮的星星就天狼星 天狼星 哪颗是天狼星啊 替我触碰 一笔一笔 鬼不住 那颗最亮的星星 就叫天狼星 你知道的可真多 天狼星 是颗代表守护的星星 大概是说 它是夜空的守护者 人的一切发現 到有危险的时候 它就会一闪一闪 如果有敌人 它就给人类 发出一闪一闪的信号 什么样的敌人啊 像外星人啊 怪兽啊 你还记得 是谁跟你说的吗 哈利波特 什么 哈利波特就是天荡星的 玛雅 加手了 啊啊啊啊啊 啊 需求以后的爱情 喂 周鸣啊 阿姨姐 你知道你的健身房比较好吗 健身房 这样吧 我找个朋友帮你问问啊 好吧 好的 那谢谢阿姨姐了 我等你消息啊 不客气 拜拜 喂 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是不是别人的事情 我还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你怎么就知道是别人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的事情 你都不会求我 这么说 你就是答应啦 小心啊 你走路能不能飙三心二意的 为什么会跌倒 而且如果低那么快 你就扶着旁边走就好啊 楼梯那么长 你万一滚下去怎么办 那个 霸道总裁的人事好像不太适合我 我以后还是做那个热心住人的保护剧吧 知道 你再找没事吧 我会呢 那儿 我再知道 我以后再去 我们去就去 你这一切 我生意的 你这一切 你这一切 我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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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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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好像从来没穿过你跳舞 双拳 有一种自下而胜利 来 进去 走鸡 来 踢腿 我 我真起了 踢 安安姐 这个拳击太好玩了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继续来打呀 我看你还挺有劲儿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真的很解压 对啊 安安姐 你男朋友还挺不错的嘛 其实 没想到 你还挺有眼光的嘛 除了长得一般 其他都挺不错的 我走了啊 拜拜 不是 什么就长得一般 你有没有十二美啊 小妹妹 你不是一秒钟之前 还说人家很有眼光吗 好了 我也走了 去哪儿 上班啊 这里门店又不远 不是 现在都几点了 你就直接下班就好 你干嘛还回去上班 邵总 我又不是你 财务自由 工作自由 我是跟人家换班的 好 要不 你再陪我走一段 好 邵总 你能不能快一点 你要再这样我今天会被扣工资了 这个是林展宏一直跟我们提的合作项目 同心电头 也在穿河 所以我把这个店开在这里 也是方便我们做调研 你在这儿开店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安宇引流啊 你啊 老师叔 你对安宇是不是不止报案这么简单 不是报案那不然还能吃什么 春天来了 又到了万物不苏的时候 好 你脸红了 我哪有 你是不是喜欢上爱人了 是不是 你去看资料 工作成可贵 爱情价格高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 你给我讲讲 讲 讲 叶凯 你还想要加薪吗 嗯 嗯 叶凯 叶凯 邵总 请问一下 您为什么选择在川河开这样一家金融店呢 寿莫林 邵总 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款 现在金融工费流行扎堆吗 邵总 您为这家店起名为天狼香 有的玩儿了 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您能详细问 这下热闹了 邵先生 您仅靠卓越开店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卓越的挑战呢 各位朋友们 天狼香金融首日营业 欢迎大家进来参观 本店的规矩 排队 填表 带金店 谢谢大家陪我 来 为什么要送我一棵树呢 为什么要把店开在这儿呢 为什么又一直瞒着我们呢 你有什么企图 什么才是你的真实用意 如果我说 我不是要跟你们抢生意呢 所以 你是来跟我们送生意的喽 搞不好就是呢 我再好好地问你一遍 为什么要把店开在这儿 不许胡说 不许打傻 不许用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骗我 咱不生气啊 咱们喝点水 消消火 有话好好说 不喝 也许对于你们来说是好玩 可是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工作 是职业 是饭玩 是钱 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 好 看来现在我不管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但是你们很快 就会明白我的用意 或者是你们怕了 可以求我关店 那我就关 怕了 求你做梦 好 既然现在店面都已经开了 你又不想求我 那不然就比一比呗 不敢比 比就比 好 那现在输的那个人 就无条件答应对方 一个要求怎么样 弟友 我会好好想想 让你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走 对 来来 这是您的 来 请请表 来 来 怎么样 钱这么多表 就是人隔壁一天一张 你们这表怎么最厚啊 你们不懂了 这叫饥饿营销 人家是金融机的专家 也要挑客人的 那这就是店大提客 不好意思啊 这是本店的规矩 要是您觉得不方便的话 隔壁店看看 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 不好意思啊 走走走 隔壁看看去 不好意思啊 这一块的别人 您就写这就行了 好 谢谢啊 下一位 肖默黎的脸 为什么会被打马赛克啊 我做的 不想看到同行 进展栋树 还喝多于是我们的 这个项目 当初经手这个项目 确实呢 喝点咖啡 热的 哈哈哈 没办法 对 吧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